中医师教你师疗清肺食招 中医谈食物除了营养价值外 也注重所谓的食性食气食味 包括温热寒凉色气酸苦干心血五味 及生腹成降色性及龟精等 这也是中医强调医师同怜的重点 只要这对食物不但能调养身体 而且也能治病改善体质 不同性质的食物对身体有不同的影响 利用食物能调整体质的偏性 也可用忌口的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 以食性为例 水泥是寒性 基本上咳嗽食不能服用 且对寒性体质的人来说 吃了反而会胃寒 不过若用润补的方式加入专备 烘枣或枸杞后 就能达到润肺止咳的功效 也就是说传统的食材性味 加入一些温补的药材或食材后 就能改变食性 适合各种体质的人食用 而四季顺食养生 讲究的是食物的龟精 若从食物可对身体五脏六腑产生不同的滋养与治疗作用来看 所谓的龟 就是指食物进入人体后 喜欢龟于哪条经络 进入哪个脏器 进入了脏器不同 对身体的功效也就不一样 不过 要让食材达到润补的功效 光吃一 两次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而且也不建议每天固定只吃单一食材 润肺的当季食材有很多种 最好的方式多搭配不同的食物且均衡摄取 才能达到真正的养生目的 两润护肺十大食材 一 木耳 木耳不有天然植物交质 又具有滋阴润肺 意味生间的效果 使用于肺热咳嗽 肺造干咳 盘中带血 喉咙干燥等症状 可说是养阴润肺的解体 此外 其中所含的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胃蠕动 对于有便秘困扰的人也有注意 黑木耳与白木耳也具相同功效 且黑木耳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白木耳 对保护肠胃 养颜美容 强化免疫力等很有帮助 禁忌 黑木耳具活血效果 女性生米漆不建议过量食用 二 糙米 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来源 而属于五股杂粮类的糙米 具有健脾的功效 可滋润皮肤及呼吸道 尤其是烹煮时所产出的糙米膜 营养价值更高 禁忌 消化功能补佳的人 多时以涨气 三 泥子 水泥具有良润功效 其中所含的柔酸成分能去弹制壳 也对喉咙有氧酷的作用 生吃水泥能明显解除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所出现的喉咙肝 咬痛及便秘等症状 而冰糖蒸泥更是老医辈所传授下来的失疗补品 能自阴补肺 止咳化痰 对嗓子有良好的润泽与保护作用 不过 由于水泥属于良性 含性体质的人多是容易胃寒 出现拉肚子症状 因此 建议可将水泥切块加入红枣 枸杞或者中药的杏仁 穿备药材用电锅炖煮 以中和食性 禁忌 寒性体质不宜多时 4.百合 百合在中药材中属性贫味 甘微苦 在干燥小天气中 吹百合不仅能够养心 还能润肺 固脾胃 百合的鲜皮又含有粘液质 具有润造清热的作用 对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也有帮助 通常新鲜百合都用来炖粥 对体虚肺弱 更年期妇女神经衰弱及睡眠不佳的人都很有效 谨记 风寒咳嗽 脾胃虚寒 容易腹泻者不宜多时 5.莲藕 莲藕性质含粮 具清热凉血的作用 对天际肝道所引发的流鼻血 咳嗽出血有效 再者 它又具健脾止血 能增进食欲 促进消化 也特别适合有酮食用 莲藕的食用价值一高 一般除了常吃的莲藕跟莲藕之外 属于中药材的莲藕藕也能炖汤 同样具凉血的效果 禁忌 莲藕偏凉 孕妇及义腹血者故意多时 6.氏 氏子不仅清甜可口 营养丰富 又具有摇用价值 无论是鲜氏 氏饼 氏霜等都能入药 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 氏子味淡性寒 可以消热去烦 生津止渴 润肺化痰 治疗热咳 禁忌 氏子含有大量的柔酸物质 不建议空腹食用 且不宜过量 7.杏仁 这里指的杏仁为中药杏仁 而非美国杏仁 一般人常吃的美国杏仁为扁桃仁 实际上没有杏仁的味道与价值 而杏仁又有天苦之分 甜性仁常用于食疗上 有止咳效果 但含有小毒氢情酸 而苦性仁则多用来入药 其毒性比一般甜性仁略高 但经过煮热后食用 可降低毒性 建议咳与水梨木耳一起炖煮 对冷天剧烈咳嗽很有效果 谨记不建议过量食用 8.蜂蜜 蜂蜜又润肠 润肺功效 中药里的枇杷膏 药丸等也几乎采用蜂蜜制剂 由于肺语大肠消表里 许多与呼吸道相关的病症 会导致肠胃问题 而蜂蜜既可滋润呼吸道 又能帮助排便 被视为是养生食材 禁忌 因蜂蜜过甜 挺可生痰 因此 对于很多的患者不宜多食 且感冒或热咳的人 也不适应食用 9.葡萄酒 葡萄酒适合含可 体质 胃寒 手脚冰冷的人 如果小酌可通经络 提高免疫力 但对体质湿热者 如嘴巴肠会干会苦 或者大便呈现粘稠者 不建议食用 禁忌 体质湿热不宜 10.山药 山药营养丰富 一直被视为 是物美价廉的补品 它不仅是食材 也是药材 更有人将山药称作神仙食 代表其营养价值高 而山药在肠胃吸收度好 经常被用来治疗 脾胃虚弱 腹泻等病症 此外 山药具大量粘液蛋白 这种粘稠物可以滋润皮肤 可减缓更年纪女性的不是症状 尤其是日式的山药 属于细纤维 以生食更对人体健康很有帮助 谨记 食用食阴去皮 以免生麻 自等异常口感 温暖 这种肥皮肤